在二八个我们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干嘛呢呢 就做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我们的那个tributive class叫什么重句 定语重句 而在定语重句当中我们后来又说了 在一色当中我们当然可能会知道 关系代词可能拥有四个概念 一个叫做指人的做主语也可以做婢语的是who 然后指人的只能做婢语的是whom 如果指物的既可以做主语又可以做婢语的which 既可以指人又可以指物 既可以做主语又可以做婢语的that 但是我们上当个又加了一个第五个词whose whose在我们证明我们会说whose只在前面 到底是人还是物呢 我们whose只在前面的人还是物 好事实上我们说whose这个词 跟前面的这个先行词是人是物没多大关系 我们的这个whose最主要取决于用户 或者用whose 或者用whom或者用which的 取决于在他在虫剧当中所做的什么成分 好那因此我们就出现了 我们说whose在虫剧当中会做什么语 会做定语 为什么说他跟做人做物没有关系 因为上当个我们同时建造了两种巨型 一种巨型叫做那个飞行员没有受伤 什么样的飞行员 就是他的飞机怎么怎么样的 用的是whose plane 那么这个当中的whose只在前面飞行员的 对不对 而我们后来是做练习当中 我们有一个这个第十二课的练习里面 我们说起来说那个那个人的小船他记得吗 那个人的小船 然后我们说他船的名字叫什么 我们也可以称之为whose name is Tossel 那当中是会说the boat 什么样的boat whose name 那就证明了这个whose指带的是谁的 船的 那么所以我们说这个whose 只船指人都可以 那么下面我现在去想请大家帮我翻译 一个句子就叫做 我有一个房子 什么样的房子呢 那个房子的窗户都破了 我有一个房子 那个房子的窗户都破了 那么在这句话当中我就还有了 我们上次参考说定语松就最明显的一个特征 就是两句话还有同一个名词 对不对 那么现在我们在这句话当中还有什么名词 房子 那我就会说I have a house 什么样的house 房子的窗户 只要我这个房子跟窗户 现在是房子跑来窗户 但是窗户跟房子有什么关系 他的 所以我就会说I have a house whose windows are broken whose windows are broken 那么这个里面的whose就指人还是指房子 房子 好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whose 只要他在同句当中做定语 那么我们说定语往往给人感觉一眼怎么样从剧情当中就能看得出来呢 那就是whose这个词 习惯上在后面立刻要加一个什么名词 他一定会加一个名词 共同作为主语和秉语 ok remember 知道吗 好那这是我们上班课的第一个 上班课在第二个我们在做题目的时候又顺便跟大家说了 在哪一种情况下 that一定不能用 好在我们的戒词的后面一定不能用 我们说应该这是应该是这么说 这个这个that可以做戒词兵语 只要你确保这个戒词别直接放在在前面就可以了 比方说的是 I have a book I am interested in 我有一本我对他很感兴趣的书 对不对 那我就叫I have a book 什么样的book呢 that I am interested in 这句话是对的 但你千万别把它一一反过来变成了因that就不可以了 所以我们要说你只要确保的是这个that的前面 这个前面这个部位不出现戒词 如果出现戒词that就不能用 understand明白吗 好那因此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我们上班课给大家遗留下来的练习 tend page 136 好我们的136页 136页 当然我们一共有7题上班课让大家回家去做 now the first one and the only games so I play a football and tennis which one 好那么首先在这里面我们会填什么 会什么都不填 因为这句话当中本身他说的only games 跟下面的这个重句当中 I play是什么关系 做重句当中的什么语 冰语 因为我们上次说了 如果在重句当中做冰语的话 那么它可以不出现 而这句话的标题叫 在必要的地方才填上 事实上在不必要的地方你就怎么样 不用填了 所以这句话应该是不填 那么有同学说那我可以什么 我也可以出现对不对 那我如果出现出现什么呢 如果我出现我会出现什么 which that 好那我会出现哪个 好那我就会 有同学说都行 这句话我只会出现that 我就不会出现which 如果我要填的话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先行词前面用only修饰 我们的先行词如果用only修饰 如果用叙述词修饰 如果用形容词最高级修饰 这三种词性来修饰的话 它后面的关系词要用只能是that 那三种词还记得吗 刚才我们一口气说了三种 第一种 最高级 第二种 叫叙述词 什么第一个第二个 first second 第三种only 就是我们今天这句话当中那个only 如果我们的先行词以这三类词修饰的话 那么它后面的这个关系词就用什么 that 好那么第二句话 第二句话 he is the only student someone understands English will he is the only student someone understands 好在这里面会用哪个 本身我们原本就说student可以用who对不对 那也可以用that 但是在这句话当中我们再一看它前面有个什么词 only 所以我一般情况下用什么 用that 一般情况下我就用that 好那么第三 第三句话 he is a writer 什么books i feel them red he is a writer 那这是主句 后面的重句叫做books are red 我们会发现这句话已经具备了它自成系统的功能 对不对 那现在我就发现 虽然它已经既然已经自成系统了 现在我就要找其中的这个books 跟这个writer什么关系 跟writer什么关系 作者跟书什么关系 作者得数 所以我就会有了定个关系叫做whose books then names who 好第四个 this is a hotel at什么where staying 好 这个当中我可不可以用that 不可以原因 我们说前这次后面要加就不能再加that 他只能加其他词 但是我们说其他词什么词呢 由于是hotel不是人 所以他只是物对不对 那么他就只能用which 好 那么这里面我们就再记一条 既然今年以借词出现 那我就会说 借词后面如果要加物的话 他会加which that他不能用 那如果是借词后面加人的话 他要加什么呢 that能不能用 也不能用 对不对 好 那这样我们来记一下 借词后面如果出现物 他只能用which 如果出现人的话 非但that不能用 连who也不能用 他只能用whom 只能用我们上词规定的 有一个词就是 一定是做宾语用的 还记得哪个词吗 whom 所以我们要记得 借词后面如果要加人 那么他一定要加whom 那么所以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 说那就是那个女孩子 他就是那个女孩子 什么样的女孩子呢 我一直跟他待在一起的女孩子 我就会说 she is the girl 什么样的girl I stay with her 对不对 两句话当中都会发现 有一个是girl 一个是her 那所以两句话合并之后 我就会变为 he is the girl 以前我会说 who或者是whom 或者是that I stayed with 把这个her掉前面就可以 而今天我又可以怎么来掉呢 把这个with跟her一起掉前面来 那我这句话就会变为 she is the girl with whom I stayed 好吧 这句话看一下 我们把它写下来 那就是我一直跟他 待在一起的女孩子 叫she is the girl 下一句话叫做 I stayed with 你看 she is the girl I stayed with the girl 对不对 她就是那女孩子 我和那女孩子 坐在一块 那这样的当中的 the girl 掉到前面来 然后我们就成了这个 冰语来作为什么词 关系在词的 我们说如果是冰语的话 可以省略 也可以出现 省略的话 可以什么都不加 如果是出现的话 会出现什么呢 第一 她做冰语的 又是人 可以用户替代 也可以用whom 还可以用that 那么有同学说 那不是这词吗 但是我们这词 不在这个词前面 所以我们的that 也可以用 但是如果我要把这个who with 也掉到前面来 那就不一样了 这句话就变为了 she is the girl with with是什么 首先第一个 with的后面 一定要加名词 所以不甜 能不能做得到 做不到 who能不能做得到 不能 因为这个who 这个词 我们是一个 是一个双层功能的 可以做主 也可以做beam 而我现在后面 要求一定是beam 所以who也不对 那么that 我们说在 这词后面 更不能加 所以这句话 我们的另外一种说法 把这个 这词一词 掉前面来 我们来一起来看 它就变成了 she is the girl 她就是那个女孩子 什么样的女孩子 with whom I stayed with whom I stayed and so now we can look at number 4 好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书上的这个句子的概念 书上句子的概念是什么呢 this is the hotel at which we are staying 那么在这句话当中 你要立刻明白 事实上这个at 原本在什么位置 原本应该在stay的后面 这句话 事实上就是这个概念 把拆成两个句子的话 这句话就是 this is the hotel 什么样的hotel we are staying at the hotel 然后这个the hotel 可以掉到前面的a 所以这句话 我又可以说成 把这个at 可以直接掉到stay的后面去 对不对 对不对